今天是第39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安全畅通消费 我省各地集中开展了假冒伪劣产品专项检查和集中销毁等活动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 安山市本西市集中开展假冒伪劣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及集中销毁曝光行动 对收缴的200多件不合格消防产品进行集中销毁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请到正规场所购买3C认证的消防产品 也可登陆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对产品进行查询 盈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315消防产品宣传教育活动 介绍多种消防产品的真伪辨识方法 普及消防产品领域的安全知识 丹东 锦州开展打甲保春耕专项行动 抽查部分种子和化肥销售企业 盘谨父亲等地采用无害化焚烧处理方式 集中销毁假死卷烟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4起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被告人李某某在生产猪皮冻过程中 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超范围添加民凡 我们判处的李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罪 判处李某某终生禁止从事生产食品相关管理工作 在打击力度上的同一网相比都是加大的 5G技术应用让沈阳的业主能够更直观地监管住房质量 这种云间工模式可以24小时全天后向业主开放工地 此外 业主代表还可以通过天眼加巡检记录仪结合的直播方式参与新房验收 本台综合报道